托可思科创是台湾城市语言教材的研发公司 秉持着Steam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与数学的全面性教育 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接触城市语言 我们目前推行的主打产品会是图像画编程设计 它就是用流程图的方式 让小孩子学习城市背后的逻辑 跳脱一般死板的学习模式 托可思的产品着重在概念 大大降低了孩子们学习的门槛 也提升了学习乐趣 我们是用流程图并且是用连连看的方式 所以第一个你不用打code 再来是你只要拉出固定的模组 这样会比较直观 托可思也注点于交通大学产学运筹中心 让产品能借由学术界的试验及意见变得越来越好 产学合作的话我们推出的是教育产品包 那么就一定要有人去使用它 可是使用的成效会是怎么样呢 在教学场域上学生能不能真的懂 就是使用完以后能不能真的懂 城市到底在干嘛 那么就会需要教育所的教授 以及研究生来进行验证 场域验证的部分 然后这部分会由教大产学中心这边牵线 然后我们目前是跟新大的秋福原教授合作 然而由于教育场域的偏好 托可思的教育产品在国外似乎吸引了较多的目光 台湾的教育希望孩子能学得精细 香港则着重于学习概念 与托可思科创的精神较符合 目前已经有在就是香港的小学 以及中学那边有初步采用 香港部分会希望说 城市教育会直接学习 城市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的产品就会变得可以 很好的打进他们的市场 台湾108课纲即将上路 届时城市语言会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要让孩子学得轻松自在 需要的是更灵活的教学方式 科报记者梁书渝 许可勤 交大采访报导